白金漢宮說,嬰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親王在接受了冠動物手術後第四日恢復良好,但仍然需要繼續留院觀察 白金漢宮發言人在星期一說,菲利普親王精神很好,迫切希望出院,但未有透露他將會何時出院 90歲高齡的菲利普親王星期五成功接受了手術,醫生為他的血管植入了一個冠物支架 他星期五因為胸痛而住院,他因此錯過了皇室的聖誕節慶祝活動和一年一度的節禮日射擊派對 星期日,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等六個孫、孫女前來醫院探望爺爺,使得菲利普親王精神大震